各位好,我是杨顾问 本单元介绍如何得知电脑处理器的规格与记忆体大小 方法很多种 本单元介绍利用搜寻的方式输入关于来做查找 在开始选单旁边有一个像放大镜的搜寻图示 点下去之后就出现下方请您输入文字串来搜寻的文字方块 您只要输入关于这个关键字 然后按Enter 上方就有一个关于您的电脑搜寻出来的东西 这时候你只要选关于您的电脑 就会出现关于视窗了 也就是说在设定之下的系统 里头最下方有个关于 关于里头可以看到你的处理机 下面有多少GHz 也就是说2.4 如果是3的话越大 当然数字越高 表示您的性能越好 同样的记忆体 24G 数字越大 表示您的效能更好 当然下方也有告诉你Windows 10 这里用的是家用版 也有可能是专业版 看您装的是Windows什么版本 我们操作示范一下 在视窗的桌面 左下角开始旁边有一个像放大镜的图示 点下去 输入关于按Enter 就会发现到上方有个关于您的电脑 你选它 就进入到设定系统的关于的页面 这里就看到您的处理器 GHz的数字越大 表示处理器的性能越好 记忆体越大 表示性能越好 下面也有Windows版本 是Windows 10的家用版呢 还是专业版 本单元利用搜寻图示 输入关于关键字 来查找目前主机的处理机规格 与记忆体大小 本单元到此告一段落 祝各位学习愉快 拜拜